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邦交国与我国断交 外交烽火显然已经在起 同时今年的水情似乎也不太乐观 各个水库都拉起了水情吃紧的警报 我们今天从两个议题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邀请来宾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席洪孟凯 是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老朋友华干哥 文家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世聪兄 大家好 老朋友王时期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进一段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总统正在发表正式谈话 正式谈话向财媒国民党报告 请总统 各位国人同胞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今天我们与布基纳法所正式断交 包含前阵子与中文明家断交 中国这一年趁对我国外交的打压 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与缺乏秩序 而这样的不安与缺乏秩序 是来自这段时间以来 台湾与美国等里面相近的国家 在经济与安全屏面上有更多的实质关系的进展 中国的打压 不论是经济绕材 断我邦交国 强迫国际企业更改我国名称 背着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 甚至连其他国家民间的儿童绘画活动 都遭受到粗暴的政治干扰 越是蛮恨的行为 越激发国际的反感 也更强化他们对台湾的支持 这次 WHA 得到 由此以来最多国家的声援 就是明显的例证 不要告诉国家洪光 中国的这些去我国主权化的蛮恨的作为 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 我们不会再忍耀 只会更加坚定决心 继续总向世界 继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经济与安全层面上 建立更多实质伙伴关系 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我也要证告中国政治 这些作为无助于两岸关系 无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更无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 面对台湾与国际社会在各方面实质关系的进展 中国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打压 是可以预期的 对于国际伙伴 长期以来在国际上 持续深化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我们由衷感谢 我们也承诺 这种实质关系 只会持续强化 绝对不会退缩 我也要在这里重申 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进途 但对于坚定与台湾站在一起的友邦 台湾人民衷心的感谢 也一定会全力帮助他们在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玩弄金钱外交 承诺巨额的金钱 向许多国家拉攏关系 这种手法 已经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 跟缺乏程序 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 我要再度重申 中国的打压 只会让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 更加的紧密 我们绝不退缩 谢谢 谢谢大家 回到现场画面是断交消息 一宣布之后 蔡总统在总统府立刻召开记者会了 包括外交部长 总统府秘书长 以及行政院赖院长 通通做陪这场记者会了 不过昨天的悬外之音有点可惜 很多网友都把关注焦点放在背后 露出一抹神秘微笑的赖清德院长的表情上面 说真的我不愿意多做揣测 但真的以一般的生活经验来看 那个微笑太奇怪 有点不太恰当 我再一次冒犯赖院长您了 也态度要严肃一点 不管站在台湾的什么样子的政治意识形态上面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 一个亚细亚孤儿的悲情 你那个微笑看起来非常的荒唐 非常的荒谬 这是我对你的批评 布吉纳法所斩断邦交情 戴清德隐含非子 他说存亡再虚实不再重寡 我想这是一个带有声誉的一个概念 OK 那他表示说中国这些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 我们要给你最严厉的谴责 无论是军机到台邦交国的断交等等 杯葛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以及其他国家民间的活动 都在在显示出中国的蛮横和不安 中国才是两岸关系的最大破坏者 他引含非子说 安危在是非不再强弱 存亡在虚实不再重寡 用是非强弱虚实重寡来做一个对比 但是我建议院长不要掉书带 把它转化成为庶民的语言 你怎么激励中华民国的人民 你怎么引导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未来的外交走向 虽然哪怕他是总统之权 不要掉书带把它讲清楚 我听了有点无煞煞 我也不愿意多做诠释 万一说错了会被您见怪 会被您责骂了 我们立刻跟线上的前外交部长 欧宏烈来做连线 因为欧部长早上也针对 布吉纳法首与我国断交 有召开的记者会 部长您在线上吗 我在 是部长您好 不好意思 耽误您一点宝贵的时间了 部长您从过去长期从事 这外交的专业上来判断 这一次的断交到底有没有 一些事前的迹象可以追寻呢 那我国的外交团队 是否事先都有做通盘的掌握呢 您的观察 我想应该是有所掌握了 因为蔡总统常从飞行到非洲啊 我们非洲就只有两个邦交国 那么布吉纳法首是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国 而且跟我们关系这个二十几年的关系啊 没有理由说 非这么远 只去这个小国家 布吉纳法首线 那个 只去史瓦地宁 没有任何道理 调说发生这种状况 而我们外交部还不警觉到外交危机 那有严重失职啊 也凸显专业的不足 那么部长在不久以前 还说跟部国的邦交稳固 还要进行两国元首的复访 这是令人不解啊 怎么会是 应该掌握到情况 还讲要安排两国元首复访 我想应该啊 它是欺瞒国人的成本高一点 OK好 是部长 那另外就是说 次五月份以来 连续两个邦交国跟我们断交 我想对我们老百姓的情感上 也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挫折 那您的专业研判 这个蔡政府执政 是否陷入了跟中国大陆 进行所谓风火外交 以至于延续 发生后续所谓断交的那种骨牌效应 您研判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 它一定要完成的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了 那么它最主要的做法是融合 所以它有一连串的汇台措施 用强大的吸食力量来吸引台湾的人才技术 资金等等 还给我们国人国民待遇 它是希望用13亿的人口来融合我们2300万 这个力量很强大 我想它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积极要做的是争取台湾民进 避免任何会伤害到台湾民进的事情 因为伤害到台湾民进的事情 可能会影响它 统一世界大业的进展 伤台湾民进最严重的是什么 就是抢我邦交国 否则不信你抢了邦交国以后 做出民调看看 仇中情绪台独一试一定高涨 所以抢我邦交国 不是他要的 他已经有一百七十几个都是大国 他不需要成小国 这小国多拿几个 对他的国际定位 国际影响力 毫无帮助 那么他拿呢 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导火线 那么这一次的导火线 我相信是因为前几天 前不久蔡英文总统 在电视专访当中 承认有折尔会谈 但又说各说各话也是事实 这就是明白拒绝折尔共识 所以我想第一次这个断交事件 就是中国大陆对蔡总统 再度公然拒绝折尔共识 做出来的一种惩罚警告 我想应该讲 他是不需要对强文邦交国 是部长 这个美国参议院外交文会的主席 Rubio他是共和党籍 他本身是古巴一的 他在前不久就公开提出说 下一个可能跟我国中央民国断交的是 海地这个国家 结果就当然不是如他所预测 那您在比较悲观上面 或是一个比较积极提醒我们的外交单位 要注意下一个可能会拉警报的外交国 可能是哪一个呢 我们这个长期观察下来 中国大陆官员大概是以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所以我们要回到王毅说的话 因为上一次 他一次不经常发索 是因为王毅他说 今年9月的中非论堂高峰会 他希望没有一个国家缺席 能够造一张全家福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经常发索拿走了 剩下一个 这个 斯瓦蒂尼 斯瓦蒂尼 所以呢 有可能 OK 要 这个造那么一张全家福照片 他拿这个 斯瓦蒂尼 斯瓦蒂尼 蔡总统刚刚访问过 也许人家说他刚刚访问过关系很好啊 就这位你刚刚访问过以后啊 他你前脚走我后脚给你断了 对我们这个冲击力更大 我们会更痛 我们会更痛 他会让你痛嘛 OK好 这个这个题目 再来耽误一下部长 这个前外交部长 大家说这外交才子这个 前傅啊 前老师 我过去读他的回忆录里面 他提到说 大陆政策的位阶 要高于我国 现行的外交政策 也就是说 大陆政策 是我国的外交政策的 尚未指导政策 您同意这句话的说法吗 完全同意 他这个还是 1992年 二十几年前说的话 那这一二十年来 完全验证啊 确实这个样子 是 我而是一再强调 我们台湾的这个领导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 上台 在位 第一要务就是要把两岸关系处理好 否则 内外都会陷入困境 你看现在 除了外交以外 你国内 国内这个经济 是不是也是 这个受到两岸政策的影响 很清楚啊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它的外交 有两岸因素在干扰 就我们 别的国家 它办外交都很单纯啊 但是我们不是说可以办 很单纯的外交 所以呢 必须把两岸关系处理 否则外交绝对是 这个陷入困境 好 非常谢谢部长 您跟我们的连线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 多谢你 谢谢 OK 那回到现场 OK 发言人 这个布吉纳瓦首 与我国断交 国民党说 蔡政府带台湾走进屎胡同 帮台湾拼外交 难道被你们说成 走进屎胡同吗 这句话我想 蔡总统或是民党支持者 一定不同意啊 您的认出怎么样 如果真的是拼外交 当然我们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每一个人一定都支持 政府所作所为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 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 让我们的友邦要被迫 在全世界里面 中国大陆或是台湾 两个部分来做一个抉择的话 那就是把台湾走进屎胡同 我想这个今天 因为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 两年 两年已经有四个邦交国断交 每一个邦交国离开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野党 我们任何人都觉得 说非常的难过 因为这个是外交人员夺优秀在第一线 这个运筹帷幄 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说 到底这个事情 有没有掌握 第一布鲁纳法所 他跟我们台湾是时差八个小时 昨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蔡英文还跟陈菊两个人在开现场脸书直播 在卖这个荔枝吃荔枝的时候 八个小时的这个布鲁纳法所正在早上要准备上班 正在准备酝酿跟我们断交 如果说你有一点点警觉 有一点点事情 有一点点的敏感度 你会放任说总统或是秘书长 还在做脸书这样的事情吗 我不是说推广台湾的农产品不好 但是总统一个国家的元首 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我想所有民众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了解 那再来我们讲是说 中国大陆他其实从不管是以前到现在 他的势力大 或者说他的土地多 他的金钱现在也经济起来了 难道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也不是 但是过去八年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用的是这个所谓务时的外交 用的是两岸关系和缓的情况 让我们的邦交国不至于 也没有增加 但是也不至于说去做一个金钱的一个竞赛 对没有错 最后有一个甘比亚离开 但是他也是在2016年民进党上任之后 他才跟中国大陆建交 可是对比现在为什么两年执政不到 两年执政就已经有四个国家来跟我们断交 而且马上就选择跟中国大陆建交 我觉得这就在于是说 因为我们让这些友邦去做一个选择 我们让这些友邦去说 我们因为现在跟两岸已经老死不想往来 两岸已经冷冻 两岸已经是停滞了 也因此这些友邦就会去看 是说 孟凯 您能发现我理解 但是我从一个不懂政治外交的蔡西亚角度来说 就算今天不逼这些国家 在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共和国之间 做选择的话 大陆难道不会利诱他们吗 跟你信过来 你不选择我给你信过来 OK主动权都在大陆 那我们又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现在就讲 就是说你看你看蔡总统 刚刚这个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节目也完整把他呈现 他是不是生气气 是不是真的很生气 很用力 而且这个讲话是越来一次一次的发言 越来越逼向这个极限 无可忍 没有错 那我们就讲一句话说的很好 生气是本能 但是能够做事 能够在这个运筹帷幄 这才是本领 这才是本事 那今天中华民国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治国 我们的外交的这些权限 全都交在你蔡英文手上的时候 你怎么有办法去做运筹帷幄 你怎么有办法去让我们的友邦 又跟我们持续保持关系 可是又可以不要离开我们中华民国 这才是你的本事啊 如果说你这一点做不到 你只一位怪罪说 因为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陆 在那边利诱的话 那说真的 今天是张三来当总统 李四来当总统 还是王五来当总统 不是一样吗 而且更重点的是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这样的外交努力上 其实维持个邦交国都不容易 但是今天断交是什么意思 断交的意思 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就像变了新的女朋友 是回不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只会因为现在 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面 我们建交的国家 只有最后一个就是2007年 最后一个建交国家 那再来十多年的时间 没有在建交了 可是不断的断交 那不断的断交代表是 这些国家只要一离开 跟我们友邦 不承认我们是中华民国之后 那他就承认中国大陆了 那我们不是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上的 这个能见度 不就是越来越低了吗 所以我讲是说 如果说他蔡英文的主张 是所谓的这个台湾独立 真的不要还没有搞成台湾独立 就先搞成台湾孤立 让我们全台有两千三百万人 都没有一个人要承认 中华民国存在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 今天在野党或是国民党 我觉得我们跟国人一样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友邦离开 而且我们也认为 友邦跟中华民国断交 绝对是友邦的损失 但是我们更要强烈谴责 以及更要要求蔡英文政府 对他错误的外交政策 或是错误的两岸政策 向全国人民道歉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提到说 我们的外交人员很辛苦 我们的邻居有那种职业外交官 他常讲一句很土的英文 说他在非洲服务的时候 他说那非洲人跟我们讲说 台湾 is bigger bigger 这听起来说台湾比较大颗什么 说我们台湾的那个种族的 那个稿丸比较大颗 你听起来说有点抽 但不是 我们农金团在那边 把台湾最好的那种种族 带去那边配种 他们非洲人就说 台湾 is bigger 你听到台语 不是那个英文听起来 怂 但是那个就是感觉到说 台湾人在那边交朋友 我们钱可能不多 但是我们的情意比谁都重了 但是讲到这里我也自己打我两个耳光 国际政治的现实是讲情意的嘛 算了吧 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会告诉你说 政治是有情意 这两个字的了 悲不悲哀 悲哀 这就是亚细亚的孤儿 所以我最反对在国内 捅打独 独打懂 很无聊 都是一个孤儿的本质 孤儿跟孤儿请你们好好合作 好好站起来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自己要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是团结的 我每次看到民进党在那边催他那个 国民党怎么样 我说他 我这话都得罪人了 你两边都麻烦你最厉害 但说真的 我常常就是看两边 我都有点不服气 不好意思 OK 台湾只剩下18个外邦交国 他的地图一栏表 美洲地区大概有这些 我用非洲地区 刚才老师讲说 最后一个拼图 所谓什么全家福 就是讲这个十瓦地拟 本来叫十瓦寄来 后来改名叫十瓦地尼 那蔡总统不久前才去访问 他说如果这块拿走 他的非洲全家福照片就完成了 OK 那这是一个警讯 也请国人跟我们的公务部门 大家一起共同来 雅太地区岛这些国家 欧洲 梵蒂冈也常常传出很多讯息 这是一张 我私人的一张图表 那我也做一些小的注解 不好意思 这字比较潦草 我这边写了一个说 洪都拉斯共和国 已经不再派大使来了 没有断交 但我不派大使了 那最近我透过军方人士的了解 沙瓦都怪怪 我们也派出高阶的将领 在跟他做一些互动 我绝不唱衰 断了就是断了自己的手脚一样 我们拼了命都想要把他留住了 那包括蔡总统上任以来 有几个 第一个断交是 这第四个叫布吉纳法所 那第三个是多米尼加共和国 那第二个是巴拿马共和国 这是百年历史的邦交国 可惜啊 真的可惜 他是建政中华民国出身不久 他就跟我们建交的邦交国 说真的可惜 我不从国民党民进党 纯粹从个友谊的角度 一个跟我们做朋友做一百年 说脆掉了 你不难受 我听着也难受 那包括第一个我们的 盛多梅 普林 西比 干哥有很多精彩的资料 在回应之前 我啰嗦一下 这是我太太 我太太是个老记者 欧巴桑记者 他过去陪陈总统 做民主外交友谊之旅 做长龙航空的专辑 那时候留下来的纪念专辑 跑了世界一大圈 不管你对陈总统 有什么负面的评价 我也常骂他 但是每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都想帮台湾找一条出路了 你看到这个专辑 我们再回顾看看 公祝 陈总统 民主外交友谊之旅 圆满顺利 这长龙航空公司做的 你看 跑了这么多国家 累 刚刚那个坐飞机 我常开玩笑 屁股会裂成四块 不是两块而已 第一个 多明尼加共和国 跟我们说再见了 OK 我们再往后看几个国家 尼加拉瓜共和国 这个是左派商定政权 那时候的国家 都维持帮家 都很辛苦了 哥斯大利加共和国 再来看看 甘比亚共和国 贾梅斯和马英九 尬伏地挺身 兄弟之情 说断就断 2012年 他 他 马总统去访 他也来访 他在国宴的时候 两个还用筷子 在夹说 比赛谁夹花生的功力 比较好 那时候马总统说 国际关系的某些层面 就是人际关系 对甘比亚总统 掏心掏肺来往 却突然断交 让人错 有人开始在骂马英九 我说没什么好骂的 干嘛骂他呢 他能做的 马总统会有不想做吗 不要这样骂人 我就是看到民进党在骂 我非常痛恨 你比较厉害 什么人 不要骂 国家就一个 政党会轮替 国家不能轮替 多帮国家讲几句话 OK 在验尾场合上 他这个假没事还说了 真的把我们当作 第二个家 跟甘比亚人民之间 不止一般感情 是真的兄弟感情 你看这张画面 马总统跟甘比亚总统 在比赛福地挺身 想想这些画面 想想这些画面 那个背后 男人较劲的背后 是为了什么 多想想 多想想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布吉纳法首 这次跟我们断交 过去蔡总统也去访问过 非洲 他去访问非洲 货政白马一批 他后来在演讲的时候 透露一个内情 说马英九的太太 这周美清女士说 你自己把他 骑回台湾好了 OK 一个外交中的 一个小玩笑 我们来看看 这些国家 查德共和国 过去都是我们的邦交国 在成年总统时代 都一一都断交了 OK 包括那时候 整个专记 机组员的一些照片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我们断交的布吉纳法首 这个 他的总统叫 马罗克 马克克里斯蒂安 卡波雷 那他的首都叫 瓦卡杜谷 这个在非洲的某个地方 你看我这个 连找这个都找得 有点困难 OK 抱歉 OK 这个官方语言是法语 他工作法国人 殖民地 人口大概2000万多 2100万左右 宗教 不知道回教跟基督教 OK 华干 怎么看这次的断交事件 好 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网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布吉纳法首在哪里 这句话一讲出来 那个贬义的味道有多深 不要忘记 同样在国际社会上 很多人也在问你 台湾在哪里 你去想一想 人家怎么看待我们台湾 网路温度计 马上做了调查 你知道得票最高的是什么 得票最高的是 现在我们可以朝 独立更迈进 3000多票 完全验证了 欧宏廉部长讲的话 你只要断我们邦交国 我们的独立意识 就会更加增进 但是我们现在要先问 今年在联合国帮我们发言的 听说那国家 比往年都还来得多 对不对 你现在少了一个布吉纳法首 下一个是谁 那明年是不是又少一个 帮我们讲话的 是不是越来越少 如果说照这种 态势发展下去的话 是不是台湾的能见度 就越来越小 谁要帮你在联合国的 大会上发言 所以千万不要讲说 你知道他们网路温度计 还做了一个另外一题叫做 谢谢中国领养 这些国家 让台湾少花钱 还有一题叫 要邦交国做什么用呢 我们不要这些寄生虫 这是网友的直接反应 老百姓的直接反应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如果真的是在外交政治 这世界态势的领域上面 我们去看待它的话 我们不能这样看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邦交国 不管国大国小 我们都需要它 布吉纳法所27万平方公里 是我们19个 到昨天它断交之后 只剩下18个 它到昨天为止 它还是我们最大面积的邦交国 人口跟我们一样多 在非洲算是蛮大的一个国家 是 这么大国 好 那今天它说断就断 我们不要凯子外交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美国是不是凯子外交 大陆是不是凯子外交 凯子外交应用在一些强国身上 他们会有回馈 应用在台湾身上 台湾只不过是想要 保住这个国家 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 千万不要讲台湾是凯子外交 台湾已经尽力 在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你知道吗 多明尼加 半个月前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国防部的官员 我私底下问 他说 我们要送给多明尼加 那90辆汉马车 是比我们自己现在还在用 还要认真用心照顾 把它整个油电系统都整理好了 重新油漆 才敢送给人家 不是那种拍档股下给他 整理过的 不是 不是那种 就是说已经要淘汰的 或者是说党工阿车 他丢在一边的 随便整理就送给人家 比老美送我们淘汰的武器 他还要认真去把它弄好 我们才送给巴拿马 送了50辆 人家说我不给你玩了 多明尼加说再见 好在我们还留40辆在手上 你留了40辆在手上的时候 那40辆汉马车 去维护他准备要送他出去的阿兵哥 只有流眼泪 你知道吗 我们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 情况限度之下 我们送这些东西给友邦 无非是希望 我们能够留住这个友邦 布吉纳法索 也送两架UH-1直升机 听说已经送去了 还是还没送 不知道 他刚刚送去 听说已经送去 听说已经送去 两架直升机 老实讲 我们留着自己给 我们空情总队用 还很好 而且那些都是堪用的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大家就晓得 千万不要小看 也不要用戏虐的心态来看 我们少一个邦交国 如果 如果 能够不要邦交国 那我们干脆一个都不要嘛 那不就结了审视 我都变啦 全世界没有这样在运作的国家 必须要告诉各位网友 所以我看到这些网络温度计上面做的这些调查 我都觉得说 这大部分网友都是太年轻了 不知道国际政治的险恶 最后我要讲说 蔡总统你说 你这次非常生气 你说 我们绝不让步 我们对于这种蛮横的行为 我们强加谴责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 昨天蔡英文总统在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特别注意 为什么 措辞非常强硬 但是 接下来呢 今天你这么强硬 欧手还要说啥 如果假设应验了欧宏练前部长 说不久的未来 恐怕非洲的全家福 大陆希望的全家福 剩下一个史瓦地尼 也就是史瓦季兰 他也跑了 请问 总统 你要说什么 你还能说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非常生气 你生气一定有原因 为什么 布吉纳法所一定答应了什么 没有做到 翻脸不认人 对不对 对 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可是此话一出 你说我们不再忍让 听说马上就不忍让了 为什么 听说下个月 也有很多要来访的大陆官员 重演审查 这是一个方式 但问题是你可以做 不要讲 讲出来之后 接下来能说什么 再说更重的话吗 不适合元首来说 因为你必须要自己留一个退路 我们还是希望 外交人员尽量努力 因为台湾经不起 再损失任何邦交国 OK 华盖语重心长 气当然归气 但是还是要回复到 现实的政治外交上面 应该要有的高度理性 今年在我们编 国家预算里面 外交部的秘密 外交的预算 大幅度的成长 当然会受到在业党很多的批评 当然批评要严格监督 可是是不是呈现出某些无奈 看到我们的邦交国在少 是不是有些 有些国家对我们的要求 就越来越多 这个真的很痛苦了 布吉纳法首刚断交 他在206年 去年2017年的年初 1月26号的新闻 他说拒绝大陆1.56兆台币的诱惑 大概500亿美元的诱惑 我讲两个字叫放屁 你有那个什么身价 不是说断交我骂人 外交官我认识很多 我两个哥们都还是外交系的郑教授 没这个行情 你来蔡总统头前你认识什么销威 听着就想起 对不对 外交官也都知道啊 大陆事实上也不喜欢这样搞 他两边要 大家台湾听说给我1,000 你要出1,500吗 人家也很烦 我这个人家不是说我帮他说话 但是对于你如果两边去那边 搞这个东西的 真的就那两个字 抱歉了 就讲粗话了 XX OK过去一个新闻 世聪是财经专家 你来看这真的是 不知道要怎么说 非洲两个断交国 判要还我64亿元 我们过去就输入银行 我们在美国打官司 如果你要赖帐的话 如果他们要赖帐 全民买单 哪几个国家 你看这个 几内亚比索 OK 人口184万 那当初我们都有做一些金援给他 现在跟我们断交 我按照合约 钱要收回来 我买钱 打官司 对 悲哀 是 这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再来看一个最近的新闻 你一并回应了 索罗门这个总统应该还没离开台湾 最近还在台湾 他还见蔡总统 他向蔡总统为了 大洋洲太平洋运动会 向台湾请求就义的援助 外交部说 这个不叫做金援外交 这叫做务实外交 我今天早上听这个 昨天黄光琴 访问这个前外交部长 陈建仁 他很悲哀 外交一体都在对外做 他用国内的观点来看 他说如果国民党做 会被民党叫做金援 拿钱子去砸人 如果民进党做 他们自己叫做金援 叫做经济援助 这是老部长的悲哀 来 财经党怎么看 砸大钱 办外交 真的有不得已的苦处 不能说一毛钱都不花 说我们纯友谊 发生那种钙棉被纯友谊的关系 不太可能 但钱花了又碰到这种 实在是感觉气息 来再看吧 刚才文家讲到 事实上国际的外交 拼了就是真正的利益 我们讲为什么布吉纳法所 会跟中国大陆建交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 现在的经贸往来越来越深刻 大家知道说 这一次我们报纸上解说 是中国要给布吉纳法所 10亿美金的贷款 包括说有4亿是给他 那6亿是给他贷款 那其实他们要做个建设 他们为什么要做建设 我们知道说 其实中国大陆在非洲布局非常深 譬如说他在东非有拉个铁路 从这个吉布地 然后经过伊索皮亚 一直拉到这个内陆的肯雅 这个叫东非铁路 这个已经串起了整个东非的国家 他们现在有想说 把他从东非延伸到西非去 布吉纳法所就在这个路上 所以当然希望说 如果我有加入这个的话 那当然我愿意 那中国也承诺说 未来我可能可以帮你盖这个铁路 那当然布吉纳法所 他为了他国家的利益 他当然会做这样的考量 第二个是什么 事实上布吉纳法所是一个农业国家 他目前出口最重要的是几个商品 第一个是棉花 那棉花我们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市场非常大 那还有两个商品 大家可能比较觉得有趣的 一个是芝麻 市场中国大陆现在很喜欢吃芝麻 我们台湾之前也曾经有公司 出口的利益 我们以前台湾也有公司到那个地方去做芝麻酱 回收到台湾来 那结果因为后来中国大陆他们需要芝麻 他们就去那边设了非常多的工厂 然后在那边把他的芝麻回销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另外还有一个商品 中国大陆这几年很多民众都很喜欢吃那个阿椒 就是那个甄嬛传里面不是捧红的那个阿椒 就是驴皮做的那个东阿椒 东阿椒 东阿椒是用驴子做的 那驴子因为中国大陆的驴子已经不够 所以这个芝麻利亚 这个布吉纳帕首 这个地方 他有麻 他有产驴 那驴的话 他大部分的驴都是输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现在他们跟这个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是非常密切 反而比我们更密切 密切太多 他们现在双方面已经是很紧密的经贸往来 如果你站在这个立场来说 台湾跟他们我查了一下 台湾目前跟他的经贸往来额度非常小 一年只有几百万美金 跟一个逼近亿美元的这个规模 根本是没办法比的嘛 台湾现在我们当然我们靠的就是说 我们过去可能在那边有医疗团 我们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农业团 帮助他们很多 可是这个阶段他们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不是要农业团 他们现在要的是医院 要的是铁路 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我们的农业技术 他们要的是市场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当然是变成是 他想要去往来的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阻挡一个态势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下 接下来会很危险的有几个国家 我也必须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觉得巴拉圭会非常危险 为什么巴拉圭非常危险 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在做一个贸易摩擦 那贸易摩擦的时候呢 中国倒是想要从其他国家 进口更多的大豆 那进口大豆的时候呢 以前巴拉圭他本来就是缠很多大豆 还要缠很多的农产品 但是过去因为巴拉圭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巴拉圭都是用靠航的方式 就是说他先把东西买到巴西 然后巴西再卖到这个大陆去 或是把东西卖到阿根廷 阿根廷再卖到大陆去 结果他这样等于是被拨一手 就被赚一手嘛 他现在就想 那我跟随就 我就直接跟中国大陆有往来就好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会 有危险的 在经贸利益来说的话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加上说去年巴拉圭其实也经历过 所谓的政党轮替 他新的总统在选举的时候就说他要跟中国恢复邦交 他的政见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 我们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打压的时候 我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一样 你看在马英九总统时代 我们也有一个邦交国断交 在蔡英文时代也有四个 已经有四个邦交国断交 你说这是我们跟中国没有修好关系 就不会受到断交 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只要是我们有一天 我们没有在中国辞职掌握 或是说他把已经纳为这个 算是统一之后的话 他绝对是不会松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 情势只会越来越严峻 是不会好转的 谢师兄从财经的角度去看 的确这些跟我们断交国家 也有他很现实的 经济利益的思考 我觉得今天换成是我们来说 我们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在国际利益 国际的这个经贸 或是国际的外交场合来说 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情谊 大家看的都是一个实质的利益 对我国家到底有多少好处 OK 我们再用这张 这个当初陈林总统去布局纳法所 大家四个 年轻朋友可能不太有记忆 那时候一出机场 布局纳法所的小朋友 拿着中华民国的国籍 在那边唱什么 然后唱 唱的怪怪的 当初很多人有批评 说 你的住外使館 叫这些小朋友唱的干什么 你事后这么多年 再来看 有了这么大的努力 那时候 我召集 ether 他们那个迎接陳总统的马队 他说至少两三公里 哇 那个马駅的 撞软ає机 那个摄影机都停住说 这个还怎样去了 你看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最後某種程度 就才是這個 怎麼講這個台灣 中華民國處境 真的很為難 志祺你看總統 做這麼強烈的發言 我們都尊重 也都理解 那背後的憤怒 那你覺得整個外交團隊 因為一開始 這個外交部長 也口頭請辭 那總統 魏留 魏留 就不與同意他的請辭 這最新的人事上面的發展 來 施先生看吧 是這樣就是面對外交 其實台灣應該只有一個立場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那所以我也覺得說 有的時候有些人把炮口都 對內這件事情 也讓人有一點匪夷所思 剛剛是從講到的這些國家 就的確我們很多的這些 這些友邦小國家 他們的確都會 站在自己的利益上面 看待怎麼樣 他們可以獲得最大利益 這也難免 那有一些國家 還有跟我們三進三出的 就是斷交 斷交 斷交 就他會在兩邊之間 遊怡搖擺 對 這邊拿了好處之後 那邊給跟打 好 那就變成雙邊都拿 那有些國家 的確是做出這樣的事情 那也有些國家 他們後來選擇了 跟中國建交之後 其實那些承諾的這種錢 也都拿不到 他們也感覺受騙 也有 所以這種狀況 我覺得在國際政治裡面 的確會常看到 那可是台灣能做的是什麼呢 我仍然認為台灣不應該 這個跳進中國設定好的邏輯裡面 就是說必須要處理好兩岸關係 必須要跟他們終極統一之類的 要承認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原則之後 我們才可以有外交 我仍然不覺得 兩岸關係必須放在外交的上位 OK 因為你進入他的邏輯 你只會跟著他轉 你永遠跳不出來 你打不贏他 所以必須背著他的邏輯 也就是說 當現在這種狀況 為什麼其實中國 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要對我們採取這麼 這麼高壓式的外交的 這樣子的施壓 某種的逼我們就範 其實有一部分 其實也是因為 我們跟美國 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的確比過去更好 他其實非常生氣 中國跟美國現在搞不好 美國不要跟這個北韓見面 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跟中國在那邊見了面之後 結果事情就變了 所以中國跟美國這段期間 的確搞不好 所以中國看到台灣 跟美國的關係更為緊密 他其實極不爽 他高壓對台灣 某種程度也是對美國說 我告訴你 我就是可以辦到 你欺負你的 好朋友 那所以我們現在能做的 仍然是持續的跟其他的國家 加強實質的外交關係 譬如說 WHA 除了友邦之外 我們其實還是有兩個友邦 今年沒幫我們講話 沒有在那個提案上面 每年都嘛是這樣 都嘛一定會不講話的 但是有一些根本不是我們的友邦 過去他悶不吭聲的國家 他們這次站出來講話 什麼紐西蘭 加拿大等等這些國家 這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這仍然是台灣去跟他們努力 跟他們交好 拜託他們 他們也覺得對 有道理 他們必須幫台灣出聲 所以那個是實質關係的加強 去年WHA 我們在場外跟人家雙邊 十幾個國家 今年幾個國家 六十幾個國家 這是不是跟其他的關係的 更為緊密 實質的朋友的關係 是 那沒辦法 我們現在只能往這個方向做 只有握在手上的才是我們的 所以能握在 能盡量跟這些國家握 就當然要往這條路去走 蔡英文講話 昨天她那一篇 其實我覺得 中國看了一定會 我覺得習近平好像睡不著覺 為什麼 因為她從頭到尾 全部講中國 所以蔡英文 以前還講中國大陸 從520開始 她其實沒有講過中國 對 她都講 昨天措辭的確改變 她以前官方的語言都是中國大陸 對 然後也沒有講中華民國 她就直接講台灣 也就是 對 我告訴你說 她的不爽 她會有一些動作 那 剛剛華乾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你不能要求說 她必須要有動作 然後你問她是什麼動作 她講出來說 入委會會有動作之後 你就說這個東西不能講 這也怪怪的 所以你要她講 然後她講了之後 你就說這個不應該講 我們上次新聞在520總統就職兩週年有發表一個民調 就有關於老百姓認為最應該優先推動政策 我特別打兩個地方 第二項是兩岸關係 那外交政策跟兩岸關係都是明顯的往上升 對我說它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那兩岸關係48.8 外交真的是25.4 那我想我要轉場之前我們就一個小題目 回來就叫這個發言人 國家最終的目的是統一 吳敦雲說蔡政府執政後已毒不回 這兩岸似乎進入這個所謂冷凍的狀態了 吳敦雲說1992年兩岸竟有兩階段談判協商後 我方行文對岸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其意涵雙方同意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述 對岸回函充分尊重並接受 這就是兩岸和平發展的真言 吳敦雲指出當時憲法徵修條文明定 在國家統一前把台澎金馬地區稱為自由地區 其他地區為大陸地區 國家最終目的就是統一 也就是說你們主席 吳主席的說法是說 現行中華民國的法理的憲政架構 就是一宗憲法 也就是要中華民國是一個統一的一個國家 那從這角度來看 會不會跟台灣人民現階段的現實的理解 有所誤差 您的回應 我覺得是完全不會 因為國民黨自始至終 不管是國民黨或是吳敦雲 他的做法或是想法 我們都是用中華民國憲法為依據 也為根本 也因此吳主席他這個說話 是完全沒有背離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確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也講到是說就像現在稱作台澎金馬 這邊是所謂的自由地區 所以說像有一些人會講到是說 為什麼這個憲法裡面規範 是我們這個選擇總統 還是我們選擇這個元首 還要這個難道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口來決定嗎 不是喔 其實中華民國憲法的這徵修條文 第九條 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就有提到是說自由地區的總統選擇 人民直選就由自由地區的人民來決定 換句話講就是台澎金嘛 那吳主席整個這套談話 全部都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沒有脫離 那也沒有違背 那當然中國國民黨跟現在的民進黨 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我們認為是九二共識一宗各表 這個是兩岸務實可以穩定發展的一個契機點 一個立場 一個主張 那民進黨他沒有要維持 沒有沒有要承認九二共識 沒有錯 我們也認同 我們也尊重 但是重點還是回歸到是說 那蔡英文你在五月二十號 二零一六年之前 你就任的時候 跟臺灣兩千三百萬人講說 維持現狀到底維持在哪邊 過去這兩年執政 掉了四個邦交國 難道就是所謂的維持現狀嗎 兩年的兩岸關係全都停滯 難道就是維持現狀嗎 而更重要 我們還是要再講一下說 剛剛的這個來賓的一個評論 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 如果說現在 因為中國大陸眼紅 嫉妒 臺灣跟美國關係那麼好 所以要來斷臺灣的邦交的話 那我也很想請教 中華民國 為什麼要去當美國的棋子 為什麼人家要教訓美國 不敢直接教訓美國 要來教訓中華民國呢 我覺得這邏輯完全說不通 那再第二個是說 如果說今年 因為我們看到 WHA很多的國家幫我們發生 我們就很沾沾自喜 或得意洋洋的話 那我們也要請所有的民眾 或說我們要請立委 諸公們去來了解 我們在這些努力上面 又花了多少費用 因為就像剛剛所有來賓 都講得非常好 每一個國家 全世界兩百多國家裡面 大家都是一定是對做自己國家有利的事情 如果說我們今天因為兩岸關係沒有搞好 讓所有的友邦或是所有的國家都要中國大陸 或是臺灣選邊站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辨識 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比中國大陸更多的代價 才有可能人家來往我們這邊靠攏 可是我們就講說一定要這樣子做零和遊戲嗎 還是說我們可以有一個第三條路 就是所謂的我們兩岸關係好了之後 我們也不用花很多的錢在友邦上面 也其他的世界國家也認為是說 可以跟中國大陸交朋友 也可以跟中華民國交朋友 兩邊都可以靠攏 我覺得這難道不會是兩千三百 人更希望的地方嗎 等一下我們節目還會談到是說 我們的缺水缺電的問題 我覺得內政問題也很重要 我們不能拿 我們要給友邦的這些錢 拿回來為我們自己的下一代多投資一點嗎 我覺得這是現在蔡政府要思考的地方 我們以後就有機會 這部分再繼續做更深度的討論 轉場之前請大家再回顧 我常掛在嘴巴編的這句話 雅系雅的孤兒 最早是吳卓劉寫了一本書 羅大佑把它譜成一首歌了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的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我們先進一段 VCR 今天我們與布吉納法所正式斷交 端段23天少了兩個邦交國 24號非洲友邦布吉納法所宣布與我國斷交 台灣邦交國只剩18個 為了維護我國的主權與尊嚴 我在這裡也代表政府宣布 即日起終止和布吉納法所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合作以及援助計畫 我當然另外一個人我也很怕 吳釗邪部長 然後前兩天他又在立法院又在講 說現在剩下這個19個國家應該很穩定 然後布吉納法所又給我們斷交 中華民國的主權一筆一筆的被敗過 吳釗邪表示要承擔責任 已經向蔡英文口頭請辭 但看在前外交部長歐鴻的嚴厲相當難堪 但是平常政府才兩年 我們看到果然是外交休克 那麼這個蔡政府上台以來 主要是因為拒絕九二共識 不接受一種原則 所以促成中國大陸他現在全力落實一中原則 關鍵在這裡 我們一定要認識一個事實 就是大陸它是要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解決台灣問題是勢在必須 我們問題是如何來應對它這個決心 蔡英文政府執政兩年斷了四個邦交國 蔡英文怒批中國政府對台灣不斷打壓 但學者也質疑蔡英文能不能拿出實際 作為阻止這波斷交潮 不要讓台灣變成國際孤兒 議題圖的呂嘉誠蔡哲與台北採訪報導 好 回到現場 這個過去的陽光空氣水是生命三要素 現代人是自來水汽油跟電 是生活的三要素 但比較不幸的 按照這個新聞來講 即使梅雨到了也是空梅 氣象局說6月初人無梅雨的訊號 哇哩咧 這個聽起來有點恐怖 我這邊有個小手板 台灣幾個大型水庫目前的蓄水量的狀況 翡翠水庫大家過去早認為說 蓄水量是最多的 供給大台北只剩下55.7 我們家喝的十門水庫只有44.9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南部的幾個大型水庫 明德水庫中部苗栗61.4勉強及格 白河水庫0 曾文水庫5.5 我都想要南科 我那朋友在南科 在真正正 現在半天要去買水 烏山頭水庫15.9 來幹格 為什麼今年沒雨這樣 為什麼 只是今年嗎 還是真的全球氣候在改變 那麻煩你幫我們做一個可預見的 我知道你在氣象新聞上 您的研究非常仔細 有沒有做一個預判 到七八月 這個水到底夠不夠 來 沒有 其實老實講一句 最重要的就是它有沒有西南氣流 有沒有西南氣流 之前我們要先看有沒有西南風 昨天剛好有個封面通過 氣象局還很怕會有強降雨 大家還記不記得 結果它傍晚它就走了 所以說它並沒有留在台灣太久 所以氣象局它專業觀察是7到10天之內 最長兩個禮拜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有西南氣流的存在 而且它必須要是滯留封面 這最重要的 那從4月開始觀察到現在 完全沒有滯留封面 包括昨天那一場 最有可能發生一些強降雨補一點 我們淨帳 水庫淨帳的水都沒有流下來 好現在給各位回顧一下 從2000年開始 從2000年開始到今年 2018年 這17年來你知道嗎 創下紀錄是2009年 2009年的入媒期間是什麼時候 是5月26號 也就是明天 那麼晚 那麼晚 它是創紀錄的 今天5月25號 各位網友 你就曉得明天會下雨嗎 答案是不會 最近的下雨是到6月3號 氣象局都已經關 我剛才講10天之內 6月3號都不會下雨 那怎麼辦 就可能是6月6號那一波的 西南氣流了 所以大家只能夠等到6月6號 到6月16號之間 會有一波封面來 也希望它能夠停留在台灣 但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就叫什麼 因為5月已經快要結束了 如果6月都不如預期的話 那不但是空煤 是大空煤 完全沒有煤雨 沒有煤雨進入7月份 就6月底進入7月份以後 那就不叫煤雨了 最晚的煤雨應該是在6月底 所以氣象局到現在為止 他們自己都很緊張 都沒有辦法預判說 我們今天到6月6號以後 到16號之間有沒有煤雨 今年的空煤已經是注定的現象了 所以大家剛才看到那個 那個水庫的那個文家說 白河水庫現在零 你說那個零是能夠接受的嗎 它已經完全乾了 乾了 它很像砂石場一樣 它的底部都讓你看見 所以嘉義縣的副縣長 吳芳明他講得好 天公不要多下下雨吧 白河水庫也是他講的 沒有看錯是零 但是鄭文水庫只有5.5% 5.5% 5.4% 對 這樣子能夠算多久 嘉南平原要靠它 這真的麻煩 以前台灣也有說沒有梅雨來的 會不會 對也有 也有梅雨就是那麼晚 我像剛才講的2009年 2009年那是非常晚 可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當年2009年的不管是翡翠 曾文明德的蓄水量 甚至是石門 供應北台灣非常重要 桃柱苗那邊 石門它都至少有百分之 也就是大約三成左右的水 那你現在 曾文水庫已經 最急的叫 雲林的 湖山 還有台南的曾文 還有高雄的阿公店 這三個 都在10%以下 也就是跟曾文差不多 再不下雨的話 阿公店供應高雄的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現在台南跟澎湖第一階段 一階段限水開始了 對 夜間減壓 對 再來是不是高雄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水資源現在是多麼重要 當然不能說我們一昧的節省 可是曾文水庫已經開始人造雨了 效果不好 那這個禮拜 就是下個禮拜 再進行兩次人造雨 一定要逼得曾文水庫的 上方集水區會下雨這樣 這個我說句實在話 就是說人要勝天 比天提供杯 施捨你要難得多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很希望 就是說在枯水期 還沒有真正到來之前 我們真的要 節約用水 就是節約 你等著它來眷顧你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台灣16個水庫裡面 除了北部跟中部之外 那目前為止 翡翠有百分之 是56 56 很勉強 55.7 55.7 對 石門只有44.9 其實56是很多啦 一定是非常好的 那日月潭現在還有九成 所以說中部現在還沒有那樣的 直接的問題 所以水情 其實說句實在話 南部我們真的要幫南部的鄉親們 真的好好助导一番 希望趕快下雨 下在南部吧 好 這個 是從回應之前 這個自來水公司提供七大方法 生活中水手 隨地都可以一起來做 做這個全民節水 請大家上網把它看一下 很多地方真的有改進的空間 譬如說洗澡 一家三口 不要七點我去洗 九點我老婆去洗 然後十點我弟弟之後 那我去洗吧 你們就集中在一起洗 我們那個水 它就做那個浪費就很少 你聽起來說這麼煩嗎 真的 共體時間 還有那個叫什麼 單裝低流量的蓮蓬頭 那個什麼 那個冒泡 那種水霧氣是不是 真的去裝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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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五六塊而已 真的去裝一個 那個 你說水霧的那種 就水龍頭那個 洗手不要這樣 噗噗噗噗噗噗 就是霧霧 那其實都可以洗 你每個人做一點小努力 加起來的努力 就很大 這真的是為了中華民國 為了台灣 大家這個小地方 真的要一起努力 這是這幾天氣象局的一個預告 預告2627 今天是25 所以6日兩天 晴朗炎熱 大台北有37度高溫發生的機率 提感溫度都破40度 視通怎麼看 6月1號夏季電價又要來 電費又貴 石油那個飆漲的曲線 我想也不用拿出來 貝了這個 連95都破30 那你看這個水缺 那一直喊說要調整水費 以價 以價質量 石油又漲 電價又要漲 那5月4月都是繳稅季 這個老百姓的生活有點辛苦 你怎麼看 我覺得今年夏天 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大考驗 因為可能會面臨到缺電又缺水的狀況 那缺電缺水的話 我覺得其實缺水的問題是更加嚴重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水是我們一般民眾需要 而且我們知道在很多工業用水來講 像晶圓代工好了 它有一個製程是需要大量的水去清洗 非常需要 那結果沒有水的話 對它來講可能是生產會停擺 譬如說像面板在生產的過程中 也需要大量的水去洗 所以我覺得這個水的問題 現在其實很多高科技業 已經繃緊神經要準備這件事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像這個最好過一陣子 會有大量的降雨在發生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凸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過去政府 到底對於水資源這個問題 你重不重視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缺水問題是幾年幾年 就會發生過一次 那到底有沒有抓到這個問題的核心 我舉兩件事 第一個 因為現在包括說像新加坡 我們到新加坡 它其實也沒什麼土地 它沒辦法蓋水庫 結果它用的是什麼 它用了很多海水淡化的技術 用了很多回收再利用 水循環的這個技術 它的水呢 他們只是講過 你在新加坡如果你抽 如果你這個丟個這個衛生紙或丟什麼 進去他們的排水溝流 你要被罰款 因為那個排水溝的水 是他們要喝的水 他們會再把它循環再利用 我覺得我們有沒有發展這個相關的技術 台灣本來就缺水了 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擺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的水管的漏水率 如果我們 其實我們自來水管的漏水率是非常高的 我們現在的漏水率 各縣市都在拚啦 要趕快改善啦 根據我們之前的這個我們的自來水公司的預估 我們現在漏水率是16% 那你知道東京啊 東京才1% 所以日本為什麼它水能夠很多 它光是這個部分就減少很多 你自己試想 我們每天開了水龍頭 我們用的水有16%就這樣溜走了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師兄我這可不可以插一句話 因為我曾經聽過李鴻元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他說台灣人根本沒資格喊缺水 因為我們每年浪費水七成以上 就是我們其實用的是三成 浪費掉七成 但是他說他在任內的時候 其實想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幾十年來 沒有一個政府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說台灣人根本 不配講缺水 我聽了覺得心裡好痛喔 老闆你也不要這樣對我們好嗎 大家要誠實面對問題 我們最後誰要剩差不多30秒 全部給視聰好 你把你剛才錄師講完事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這一陣子的 賴信德院長他有講到一件事 他說要把漏水率從16% 在未來幾年之後要降到10% 可是這個6%我覺得還是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發展 譬如說像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他有講到水的這個部分 但是比較著重的是 可能要蓋一些什麼微型水庫 或是說什麼水的管線 什麼南北調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正的 如果你可以多增加一些 譬如說我們要回收利用的技術 這個技術未來全世界都需要 如果你可以多發展這種東西 甚至把我們趁這個機會 撥一點預算 把所有的管線全部換掉 這16%的水省下來的話 其實夠我們用了 我們就我們這種缺水危機 就會減少非常多的一個情形 我曾經看過TVBS做一個專題的報導說 以色列發展沙漠農業 他們灌溉是用一滴一滴 叫精準灌溉 台積電一滴水循環利用七次 如果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大型事業用戶 我們不要說什麼精準灌溉 什麼循環利用七次 循環利用個兩次就好 我們的水量攻擊量 是不是無形中用算數等於多攻擊一倍 值不值得努力 當然要努力了 我是一個廣告人 這個手板我以前用過 以前我做過一個公部門的 所謂節水廣告 我那時候寫的這個 這個一個slogan叫做 說到水我們都要變成小氣鬼 點點滴滴都要計較 我是一平淵天空室 我家雲端追電線 禮拜一雲端再見 謝謝